好,来我们地方单元,地方单元讲的是什么? 比率跟百分率,比率跟百分率 那什么叫比率? 什么叫比率? 部分量亏全部量 一定要记得,这个我们以前就学过了 部分占全体的多少 部分占全体的多少 所以怎么样,你要永远记得 是部分,占全体多少 那这部分除以什么? 全体哦 比率是部分除以全体哦 什么叫百分率? 第一个是比率嘛 那第二个百分率是什么? 百分率就是 百分率就是一百分之一 那就是,这个百分率就是percent 我们说的percent 一百分之一 一百分之一 那我们以这个为例子好了 我们想看 这是亚马逊 上次我们看过的 嘟嘟叶奈有去过这个亚马逊丛林 一般的人会不会到? 没有啦 有人会说我去巴西玩吗? 还少啦 比较少 这就是那么流行的景点 好,来 四分之一等一百分之多少? 四分之一等多少? 四分之一等多少? 一百分之二十 一百分之二十 那我们说过啦 percent是一百分之一 所以 一百分之二十五等多少? 二十五 二十五 下一个 十五分之十 约小的等于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那三分之二 有没有办法的话 三一没办法变成一百 三分之二 三一没办法变成一百 没办法 三一没办法变成一百啦 所以你这只能约分 它大概等你多少? 多少? 0.66666 我們可以約成0.67 進一位 好啦 那0.67的你多少%? 0.4% 大廳之下你可能不會 其實你可以按照多少? 100% 67% 那就沒有問題啦 就等於67% 再來6除以15 這個一樣喔 是部門除以全體喔 所以全體有沒有可能比部份還大 部份除全體 最多就跟全體一樣大 就是100% 或是1嘛 有沒有可能部份比全體還大 最多就是相等而已 1個進的可以 為什麼一直在傻笑 傻笑不是傻 傻笑又贏 再來15分 6除以15 6除以15 應該寫成67比較剛好 那66應該可以進位啦 應該寫成67 46.6嘛 那我們寫成67 5分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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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是多少% 那同學會卡住多少 其實就等於100分是多少 60 60 然後是用小數學 等於 那這一題 我們是額外的啦 就等於60% 然後這題的答案寫多少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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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40%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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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那這一頁就沒問題了 所以學習的重點 你要先認識比例跟百分率 重點是百分率的應用 百分率的應用 百分率的應用就難了 百分率的應用就難了 每次去公用Outlet 會有什麼 30%off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七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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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看到三 好厲害 購物都好經驗 七折 那就是我們 這邊 相對你們要購物的經驗 30%off 你都要講明明 有人說 30%off 三折 要買怎麼這麼貴 有加一個off 30%off 叫做七折 30%man級 要算70%的錢 對 所以這樣有沒有便宜 還好 還好 你去Outlet是什麼 他買來幾折的 你怎麼知道吧 幾折 但是那種是有些武術 他就會先把價錢求 然後回原價 他其實那樣子 他其實那樣子 其實這樣很多 對啊 對啊 除非那種很舊很舊的鞋子衣服 才會清倉的 他趕快丟掉 賣一賣 不然站在那邊沒有人買 才會很便宜 我是說 零把鞋 七百九 七百九 好 就像 老師這雙 也是去 剛好去義大剛好看到 好便宜 小朋友買鞋 順便老師買一雙 七百九 零 零 零把鞋 不錯吧 來 好 好 來 好不好 好 好 審美觀 來 繼續往下 好 都很聰明喔 30%我們這個 五有機會再來說 來 沒有 三 這五 繼續齁 我們來認識比例 認識比例 地球的 10%是 全部嘛 全部是死嘛 那十分之三是陸地 十分之三是陸地 十分之七就是海洋 還要站很大 就把這個畫起來幹好啦 這邊 什麼叫比例 比例就是部分除以全體 就叫比例 部分除以全體喔 很多人都會把它 顯錯了搞錯了喔 那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男球比賽 進球多了就贏 不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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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算 你要去算他的密中率 好 來 換成藍色的 來 修正 修正投入了 他說第幾顆 六 部分是六顆 總出手數是十二 那就等於多少 十二分之六 這叫做二分之一 那我們想辦法把它變成一百 一百分之五十 那就是叫做幾%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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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轉換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都有人會卡住喔 真的啦 寫了才知道沒有問題 來 Coby 7除以多少 10等于10分之7 那等于100分之多少 70 100分之70 所以这几分 70分 那哈登 哈登大概已经进入生涯的末期了 9除以15就等于15分之多少 9就等于5分之3 再继续约就等于20分之 一百分之60分之 100分之多少 60 乘以20吧 那等于60% 所以谁的命中率最高 Kobe Kobe最高 Kobe 谁的命中率最高 Kobe 所以进球数最多的是谁 哈登 可是进球数多代表 他的命中率一定高吗 不一定 不一定高 那命中率高的就是好球员吗 也不一定 出手很少啊 这不一定喔 好不好 所以 这里要把握的比例的基本原则还是一样是什么 部分除全体 部分除全体 OK 真的 你们周明讲一次应该就懂 可是有些人就会 那个习惯很难去改变 他永远就是前面除后面 他的习惯永远是前面除以后面 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好了 再来 最后 我们开完这边就可以 休息了 齁 好 今天到这边休息好了 不要再互相 开这直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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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